幸运痴迷 久难忘顺 真心 真悦 真心 我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所以心里有疑惑 要多听见 多听见什么好处呢 听明白 听懂了 疑惑就没有了 叫破迷其心 帮助你建立信心 只要有真心 真悦 你就取得往生的条件 最忌讳的是怀疑 昨天来了许多导游到这来访问 上午我们将近 中午再起吃饭 饭后散步 我以为他下午才在听见 所以有许多重要的话没说 什么重要的话 帮助他们起信 我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 什么宗教都不相信 什么宗教都不相信 尤其是佛教 为什么我会相信 为什么我会相信金总 很值得跟大家做参考 我决定不明显 我对于一切法 没有搞清楚 搞明白 我不能接受 借出宗教 我最早 借出的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 然后我在南京读书 我住在同学家里头 我一个老同学 抗战期间 在贵州同学 以后到南京有同学 陈志 这一家人是善人 他兄弟姐妹七八个 父亲是穆斯林 母亲是基督徒 穆斯林跟基督徒结婚 老太太 他的祖母老太太 是念佛的 随一家三个宗教 和母相处 很难得 不大家 都很尊重 我在他家里住了一个学期 半年 所以我对宗教有些概念 那有半年对我非常重要 那么在宗教里头 我喜欢穆斯林 对基督教也还可以 但对佛教就最不了解 对他没兴趣 他们家里就一个老太太念佛 对老太太很孝顺 很尊重 孝之得不可思议 穆斯林跟基督教都讲经 都说我们去听听 佛教没有 佛教没有听说过讲经 只有念经 超度四人 这给我们年轻人 印象很不好 到台湾之后 发现还有一些法师将军 但是我从来没听过 跟他有成见 也知道 方东梅先生 我上他的课 幕后这个单元 佛经哲学 我从这个地方才认识了佛教 才晓得佛教里都有好东西 这得我们去研究 去发觉 如果不是方东梅先生 我这一生 不会信仰佛教的 因为佛教 在寺庙里头 在居室里面都看不出来 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 没有人能讲得清楚 都属于迷信 迷信 怎么能叫知识分子结束 方老师告诉我的时候 佛经是哲学 我们当时大吃一惊 佛经怎么是哲学 不但是哲学 是世界哲学的最高风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些话很动听 那我们在经典去探索 老师指导的方向 今天佛经哲学不在寺庙 在那里 在今天 老师指导的方向 那些出家人 真的都是大哲学家 德高望重 真有学问 有智慧 现在出家人 他不学了 戒没有了 就是没有德行 经教 不同 没有智慧 要能够精通经教 一定要有 很好德行的基础 才能做得到 因为它是智慧 它不是知识 智慧是从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 经典有两个作用 对一般知识分子 启蒙的作用 他从这入门 第二个真正作用 是做印证 身文的境界 原觉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佛的境界 你欺入到某一层的境界 你自己不知道 你读经就想得 你到哪个境界了 所以经论 是给我们 修行做印证 这是他真正的目的 绝对不是攻击 你做研究用 因为他没有研究东西 佛说一切 没有通过来 怎么研究 自自俱俱从自信里流出来的 自信 不齐心 不动念 你怎么去研究它 你研究来研究去 全是你自己的知己 不是佛知佛见 佛没有知己 都是你自己的意思 佛没有意思 一是第七识 四是第六识 第六识分别了 你看中国这个文字 这些字都是属于灰意 心上有个田子 田是就分别 一个一个的分别 那叫死 意 你看 心上有个音 有个声音 想 心上有个想 中国文字之美 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 不能改 改了智慧就没有了 特别用转字写出来 这非常明显 中国文字是高等智慧 自信清净心里头 一尘不染 不齐心不动念 它有什么意思 所以它没有 正因为它没有 所以没有起心动念的人 一接触全知道 妙不亏 会能大事 不认识 它什么都知道 它气入境界了 不齐心不动念 入佛境界 大臣经一看 全面白 不分别 不执着 入菩萨境界 方等经 它一看明了 那是它的境界 见识烦恼断了 一切不执着了 声闻原觉境界 四阿寒 它一看 全都 认识自己看 不认识自己听 你念 它全都知道 波克斯业的境界 古时候传发的大德 很多不认识自己 没有学过 它自己不需要学 你念给它听 你讲给它听 它全知道 那么今天我们所遇到的 不仅是尽忠地 尽忠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是最奇迹的